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个龙一城旗舰店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LS6000A的那个连续式电池感应风格机的那个操作流程 我们第一步先打开电源 先打开电源 然后继续开始,这里工具开始工作了 我们下面以那个风力屏的一斤的跟三斤的我们来做实验 然后首先我们用一斤的 风力屏以后,我们现在做到风力屏这样 然后我们里面当年是有做实验 然后我们先把磨放到袋子里面 磨放到袋子里面 这个就用鱼锅的面条上 然后盖上瓶子 然后我们再给调节高度 这里这个宽度可以调节的 我们这里暂时先不做调节 然后我们去调节高度 高度你看到这里有个高度表呢 直径小于30毫米 这个电头可以指的 直径小于50毫米 直径小于70毫米 直径大于70毫米 这个是直径是 苹果直径是65毫米 我们应该是直径小于70毫米 这里 看这个电头 它意思是要是你这个高度先转 然后我们去调节高度 这里先转 好 这个鸦片已经压到这个袋子上面 好 差不多 然后我们打开 打开启动开关 启动 启动 然后这里当这个电流表上面 显示有电流的以后 表示它已经启动了 然后这里 这里是桥接送送带速度的 这里是桥接送送带速度的 速度开了 这里是输送开关 这里是输送速度 打开输送开关 然后进行输送速度进行调节 看这里 看淋来都不错了 这里是输送的 最高是95毫米 我们先放到一半的四毫米 然后我们 这第一个瓶子 然后 我们用四个瓶子试一下 大餅 您把适量 骨折 在一半的三毫米 上座 入酒 准备 是哪一般的 硬的 烤 沸騰。 你看 这些都控制好了 这些水 不热 亮点 一样 一样 好 我们再换大屏的试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口径是85台 然后我们先把启动开关关掉 然后再把输送速度关掉 没有 不走的 我们先调这个 这个定型调节 这个大小差不多 我们就不用调节了 然后我们再来调节高度 同样的 你看 这个是三斤的风味瓶 带提手的 然后把膜放到这里面去 同样 这个是85的 那你看到这没有 那这里 直径小为七十 那85的直径大为七十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条敲到 直径大为七十 好 我们再调节高度 那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就有点紧了 这不准好吃了 那我们再调节高度 那这个肯定就矮了 这样的好多了 那我们再来调节高度 那这个肯定就矮了 谢谢 我们再来调节高度 那这个肯定就矮了 谢谢 好 这边 那我们再调节高度 一边 鸭子盖子 再调节高度 这边 我再调节高度 我同样以四个瓶子做风口类的 我同样以四个瓶子做法 放入鸡肉 不然我们封关口大概放到那一两个钟子来打开 因为刚封关口它磨热了 如果一领开磨会跟着盖子一起 那时候口就封不好了 我先打开一个台子 口就封得很好了 口就封得很好了 你看看 这个苹果机最大口径可以放到85 然后根据你的苹果的直径 就桥在这里 电档在这里去显示它 然后我们关机以后 首先关掉启动开关 苹果电流归零 然后再关掉速速开关 因为这时候这里风机还在工作 让它散热一下 然后大概散热三到五分钟以后 再关掉电流归零开关 所以现在再关掉 展现可以放入 并阶连排成 热二分钟 词简易热 再关掉 感谢观看